燙一下吧,這是清遠雞 進去裡面冷水燒焯一下 開火 哇,差不多了吧 洗一下雞 今天這個是要弄個雞湯 然後加一點 加四五個蒜頭吧 雞湯現在正在燉,然後現在 利用在燉雞的過程當中 然後出來買一點 買一點蔬菜 再去拿一下我的團購的東西 兩個橙汁是11塊錢 然後這個兩瓶牛奶 一共900毫升是10塊錢 然後這是兩斤的橙子 兩斤的橄欖橫橙子是10塊錢 北京下雨天啊 平時北京基本上是不太愛下雨的 然後偶爾出來淋個雨也是還可以的 蠻舒服的 是不是 只是都看不到而已 到附近的奶站買一個這個 910毫升賣13塊錢 新希望的 嘗嘗看 下雨天 人好像比較少 老闆這個怎麼賣這個 10塊 10塊錢一斤啊 我能要5塊錢的嗎 那你幫我撐5塊錢的好吧 謝謝啊 兩個 老闆送我4塊錢一斤 這個番茄小式的價格好像不低 不高啊 2塊5 今天要做的一些食材呢 就把它放在籃子裡 意麵要煮的比較久喔 所以呢我就先把意麵下去燒啦 倒一點油啊 加一勺鹽 這個是絲瓜然後這個是番茄 就是西紅柿然後把花刀等一下要去皮 然後這個是要做這個叫做意麵的這是蘑菇西蘭花 這個是娃娃菜 這個差不多了啊 西紅柿牛番茄 先把囊起弄起來 然後這個煮好了啊 煮到這樣子其實就就可以了 現在呢蒸一下西蘭花吧 用燙的也可以啦 只是說用蒸的感覺好像那個營養比較不會流失喔 蓋上蓋子 剛弄好的這個意麵呢 我會加一點 奶油 因為這還是燙的嘛 所以奶油放在上面它會溶掉 然後再放一點點的鹽 然後等它溶掉的時候再稍微拌一下 來炒那個青菜吧 這個蒜頭啊 倒一點點油 來一點蝦皮吧 再放絲瓜進去啊 簡單的炒一下吧 把番茄放進去 OK 香香香 讓它慢慢煮一下 這個意麵啊稍微拌一下它才不會沾黏 弄個好吃的啊 這是蝦滑 一個 兩個 三個 好 差不多啦 加一點黑胡椒 再加一點鹽巴調味 現在要做的這個調醬呢是奶油蘑菇花椰菜意麵喔 我打上放奶油之前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料給放進去 因為這帶一點水嘛這個底下已經燒開了 然後呢這個奶油的話會要比較多一點啊 簡單帶一下啊稍微炒一下啊 哇好香啊 蘑菇 放進去啊 稍微炒了一下啦 炒了這樣差不多就可以了 這時候呢我會再加一點牛奶 倒牛奶進去啊 放一袋牛奶進去啊 這一包牛奶的話大概是200毫升吧 牛奶進去燒開燒一下啊 然後把裡面這些都煮熟 其實這差不多啦 牛奶的話 只是增加一點奶香 那你如果是平時你自己在做的時候呢 你想要放 淡奶油也是OK的淡奶油可以喔 只是說淡奶油比較貴 然後呢我現在比較沒錢我用奶 牛奶跟奶油 然後現在再加一點鹽啊 加一點鹽調味 鹽的話大概是放一勺吧 放一勺應該就差不多就夠了啊 因為我的這個麵它本身也是有點鹹味的 我那個麵我剛剛加了鹽了對吧 它燒開了對吧 然後這個比較快喔 我剛剛這個花椰菜 我剛剛這個花椰菜剛剛已經燙過了嘛 這都已經熟了 熟了直接可以吃了 加進去 我這邊正在調調一點水澱粉 就調一點澱粉讓它稍微稠一點吧 因為今天這道菜也沒有什麼東西讓它蒸稠的 然後稠一點的話等一下淋到那個 那個麵上面的話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我感覺我今天的麵是煮多了喔 不過 無所謂明天之後再吃 好來 這是水澱粉啦 這個就是晚飯啦 這是 半隻雞的雞湯 意麵的 蘸料 就是隨便炒的菜 這就是意麵啦 開始吃吧 來我們就把它弄成這樣子 意麵的形式 意麵的形式 先吃一個這個花椰菜 這花椰菜啊 香菇 再嘗一嘗意麵啊 嗯 就是用蘑菇奶油的 這種意麵會比較好做一點 那你如果是說要做青醬的話呢 青醬我個人是認為比較難做 我也沒有做過 在北京這邊你要做青醬的話呢 你需要用到羅勒 羅勒在台灣又叫做九層塔 在北京這邊的話 九層塔 不好買呀 南方的話應該有 南方城市應該有九層塔 北京要買九層塔呢 可能是要去一些比較特殊一點 比較高級一點的一些 賣場 之後有機會的話我會拍視頻去那邊走一趟 哇 來 香腸 好吃 這就是普通的日常 就是平時在家 隨便弄一點那個清淡一點的食物 平時自己做飯都相對來說都比較清淡 然後現在吃的這個是 雞湯 熱騰騰的雞湯 看到吧 雞湯 然後我現在用這個雞呢是 在網上 團購買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平時團購是哪一家 團的這個叫做清遠雞 大概是 920克 差不多是兩斤 20塊的雞 然後我今天做的這半隻的話大概是 一斤500克的 大概是成本大概是10塊錢 哇 這是廣東清卷雞 肉質還蠻細嫩的 喝一口湯 湯到 哇 好喝 裡面放了一點白菜 我今天不是切了一點白菜嗎 白菜就是這樣吃的 哇 好吧那這期視頻的話好微就簡單的 錄製到這邊 我個人是這麼認為啦 就是說如果我平時做飯做的一些飯菜會有一些重複的部分的話呢我可能 我就不會再額外再多錄視頻喔所以我就盡量 盡可能的去錄製一些我比較少做過 的一些 食物吧 那如果是我去做一些我比較不擅長的這些領域的話呢就是 大家都應該可以預料了到就是說做的不好吃 可能是一些比較常態的一些事情啦 不過呢 人生總是有第一次嘛 對吧 所以呢我就想說 借用拍視頻的機會呢去嘗試一些以前比較少做的一些美食 然後呢真實的跟大家講一下我做出來我的感受是怎麼樣子 然後呢如果是有頂尖 廚藝超高的網友們你也可以跟我建議說 哎呀你這個 去腥沒有做到位啊 你哪裡沒做好 料香料放的不夠 或者是說呢前兩天有網友 跟我說 炒飯喔加那個什麼小龍砍的辣椒粉 會比較好吃 我已經下單了 我已經下單了我試試看啊 你如果是說要看我吃什麼 牛歡喜的話呢 說實在的之前我也是不知道什麼叫做牛歡喜 我看了一下有一部分的一些 呃 吃播一些博主 就那種牛歡喜來吃 那我是覺得那個 價格比較高一點啦 然後那些比較奇怪的 我暫時是 沒有這個挑戰的這個心態 我主要還是 走一走 吃一吃 然後去做一些自己覺得有辦法做得來的這些食物 好吧那這期視頻好就簡單的錄製到這邊 喜歡好友的小夥伴 你可以幫忙點個讚 你如果還想看到我持續的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 祝大家平安順心 祝大家 好好吃飯 我是小玩 感謝你收看 期待你的留言 明天見 拜拜